他们脸上挂着佛一般的微笑 我们来了解他们的生活吧 缅甸位于东南亚 与中国和泰国接壤 首都仰光 字面的意思是结束战争 佛教在缅甸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 现在缅甸有超过一百万座庙宇 翁山公园是一个让人在任何时候 都会想起1983年的恐怖事件的地方 但是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地标是大金塔 这里共享有5448颗钻石 包括塔顶的一颗73克拉格钻石 以及2317颗红宝石 蓝宝石和祖母绿 缅甸人还在继续奉献出黄金 塔身全部是镀金而成 在飞机上 你就可以看到宝塔的光芒 阳光还有别的有趣的东西 很多缅甸人聚集在这里 这些橡胶式的东西是蛇 这些蛇是在山区捕捉的 可以当宠物饲养 它们是没有毒的 所以很受欢迎 它们不会动来动去 所以你可以把它们放在口袋里 你在哪里找到它们呢 台湘村有很多 台湘村还有很多神秘的东西 那么我们必须去看看 我们向台湘村进发 它是英莱湖上的一个水上福岛村庄 英莱湖是外国游客不可错过的景点 台湘村位于缅甸最大和最美丽的湖泊之上 它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而闻名 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是 它们用自己的脚划船 真是太有意思了 七万人住在台湘村的湖边 这些房子看起来像是建在陆地上 但其实是建在水中 这就是它们需要船的原因 如果你要到邻居家借东西 你必须划船过去 当地居民首先要学的就是如何划船 在富裕的家庭 每位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船 但是这还不够特别 到底是什么使这个村庄变得不平凡呢 我们决定去见村长 它们似乎并不太关心外国人到访 它们非常专注 在干什么呢 玩游戏 它们似乎在进行一个重要比赛 大家都神色名重 这是一个传统游戏 要把棋子撞进小洞 这很有趣 难道就是它让这个村子变得有名 不要这么心急 在外面 外面 不会是这个洗澡的女人吧 我们再到处看看 在另一个地方 有人正在建房子 但是如何在水上建房子呢 首先 它们以竹柱作为基础 然后 它们用编织的方法把房子结构连在一起 并用竹子做屋顶 在这些地方居住的家庭 大多是渔民 我们跟随一位渔民 它在用脚划船 这是当地居民的典型做法 这个湖水并不深 而且水底有很多植物 所以它们必须用脚立划船 它还用脚趾投下一个鱼网 这里需要用锥形网来捕鱼 它抓到了鱼 并用长棍拨开植物 这是当地人传统的捕鱼方法 很久以前 它们就知道普通的鱼网不能在植物中捕鱼 所以它们发明了这种方法 这虽然不会带来很大的鱼货量 但也不失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它今天的鱼货量怎么样 好像还不错 除了捕鱼 它们还有没有其他事可做呢 不要担心 我们会务农 捕鱼只是腹野 在水上耕种 这里到处都是水 你们可以在水上耕种 不是开玩笑吧 我们跟随它们来到湖中的一个小岛 难道这里有耕地 它们开始分割土地 它们需要一把长而尖的锯子来分割土地 它们开始了 下一步 它们把锯子锯到深处 并切割出一条直线 然后它们插入两根竹竿 并用力把竹竿压下去 一名强壮的男士 在两根竹竿之间 用力把土地分开 需要五至六个小时 才能完成分割土地的过程 这样是不是真的能分割土地呢 这些男士似乎永不言败 它们继续插入竹竿 并用尽全力来分开竹竿 它们累得碳流加倍 这需要很大的力气才可以做到 而且技巧也很重要 一不小心竹竿便会反弹 所以必须十分谨慎 它站起来再次尝试分开它们 这个步骤需要七到八个男人和大量竹竿 马上要成功分割了 我们很期待看到土地被分割开 这仿佛是一场大地震 下一个步骤是扩大断裂范围 只要挖出一个洞 就可以完全分开土地 它们可以分开这些土地 是因为这些土地是位于植物上的岛屿 而岛屿本身又是由漂浮了很长时间的植物形成 厚度超过六英尺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还需要大约五个小时 一旦土地分开 就要把它切割成所需的大小 这些工作全都在水中进行 一个人坐在船上 而另一个人坐在竹子上 以免掉入水中 标准大小为60乘5英尺 厚度为4英尺 它们会把土地全切割成这样的大小 而一块这样的地价值约40元 岛屿被成功切割 它们用长木棍来移动土地 最后一步是运输土地 它们把土地移动到所需的位置 便可以开始务农 这些岛屿被称为浮动农场 缅甸耕地稀少 所以缅甸人会在这些岛屿上耕种 而应有这种浮动农田的人 会出售一部分给其他需要耕种的人 缅甸人把岛屿当作浮动农田 当地人在水上耕种 这的确是水灾法 它们还需要固定这些农田 以防农田漂移到别处 而且它们只能同时耕种两行农作物 缅甸的浮动农田真有意思 因来湖的居民乘坐小船 到这里除草和采摘水果 浮动农田是养分充足的土地 这让无污染公众变得有可能 我们不需要任何农药或者肥料 这里番茄的收获量 比陆地多20%至30% 这是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这里种植的番茄会供应到全国各地 因来湖渐渐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农业区 近年为了保护浮动农田 政府已经实行了对这些农田买卖的限制 现在缅甸人还会用土壤和植物 来制造人工浮动农场 这里的渔民用脚划船 用追行网捕鱼 这里的岛屿可以被分割 并当农田来用 缅甸人了解与大自然共存的方法 他们灿烂的笑容 跟他们的湖一样美丽 走进大型购物商场 抢先搜罗2010秋冬最新时尚 有一个很好的妆呢 让自己的心情的这一天都非常的棒 尤其是最新的秋冬的季节的新妆呢 随时随心变换时尚风格 体验大都会的精彩生活 公主明媚的每一天都需要从头开始 所以根据不同的心情呢 要有不同的款式来配搭 那我约会吃呢 9月23号秋冬潮着 又一场星期四晚上八点啼啼啼啼 全面发展经济 走在前线为强国之道 小资本大集聚 小小企业大协作 全力发展教育 百年数人为立国之本 以人为政 以民为先 传承文化中国之使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